嗯嗯好 這樣子就可以囉 最後再幫我在這裡簽一下名就好了 謝謝 哦謝謝 哦 你是作帖子哦 等等 他該不會要說 拜託不要 哇作帖子是不是都很聰明呢 好對啊我超聰明的 肚熊中 肚排大 然後我 我拿了很多諾貝爾獎哦 哈哈哈哈哈 我還記得小時候 還沒有什麼左右撇子的概念 只是單純聽家人說 欸寫字要用右手 就用右手寫字 那個時候可以說是 非常的痛苦 在學校看到大家用 右手在伸字步上面一個一個寫下字 我自己寫的扭扭捏捏 而且每個字都寫超久 手又超級不舒服 就覺得 哇 大 大家也太厲害了吧 然後邊寫就變 哇哩 嘩 嘩 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學會髒話 所以應該是 呃 屁屁 呃 尿尿大便 呃 總之 有一次上課的時候 真的是寫得太累了 就想說 哦 右手好累哦 那換左手寫一下好了 結果 蛤 這 這是 這是什麼新世界 那個感覺真的是截然不同 之後我就 用左手寫字了 也很幸運的 我家裡的人 並不會太care 我到底用那隻手 寫字 所以就這樣子延續下去囉 不過 蠻好笑的是 每次只要左手受傷 老師就會跟我說 哦 真是好險 你不是傷到右手啊 我就會 哦 哦 好 好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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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